男人参加了一场极度危险的真人猎杀游戏 他只要能在这座城市存活24小时 就会获得2000万美元的高额奖金 作为猎物他要躲避5名隐藏在人群中的猎人追杀 如果他能顺利地撑过这24小时 那么这场猎杀游戏才会结束 男人名叫到齐 几天前在一家医院被确诊为脑癌 而且只剩下几周的时间 更不幸的是 现在自己又穷又病 他的身价都投在一个烂尾工程中 而他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怀孕的妻子 这天护工谈及他的不幸 随即拿出一张名片 或许这家公司可以帮助他 然而他想贱卖自己的工程师 老板却向他推荐一款游戏 地点是这座城市内 5名猎人追杀他24小时 如果到齐参加 他将还清债务 输了也只是少活几周 为了妻子和孩子余生幸福 到齐决定参加这场游戏 隔天来到餐厅 他将随身物品上交后 老板送给他一部手机 第一笔5万块已经打款到到齐的账户上 同时每过一小时 他的位置也会暴露给猎人15秒的时间 还有老板最后的交代 保持移动 暴露在大厅广众下 别相信任何人 目前猎人可能就隐藏在餐厅中 到齐率先开始了逃命 曾经打破学校短跑记录的他 跑步自然不在话下 为了节省体力 到齐选择躲在公交车上 这时头痛带来了后遗症 他将要倒入口中 这才有所缓解 汽车准备启动时 一个老头赶上了车 他走到到齐身旁要坐在旁边 看着老头将手里的包缓慢打开 道齐再也坐不住了 他催促司机开门 离开公交车后 他选择进入商场 这里人多眼杂 猎人不会在这里下手的 本想着乘坐电梯躲避猎杀 可突然上来一位西装男 他的出现让道齐再次感到紧张 看着身旁女人的背包 他抽出一支笔作为防身武器 当电梯开启后 抱着孩子的母亲走了下去 西装男也并没有对他做什么 他常常舒了口气 然而从电梯中出来后 他选择来到空无一人的走廊 没走多远 他就感觉到身后传来一股杀气 原来西装男真的是猎人 同时他抽出武器跑了过来 道齐被吓得瞬间夺门而逃 紧接着躲在了厕所里 然而西装男并没有急于动手 他蹲下身子查看厕所内部 随后开始哼唱着整理形象 当西装男整理完后 踹开了第一道门 道齐的猎杀时刻也进入了倒计室 此时他拿着笔作为最后的武器 猎人将电话打给老板 他跨越四分之一地球来到这里猎杀 却没有一点游戏体验感 老板对此也深感抱歉 并保证下次一定找一个好猎物 但坏人总是死于话多 道齐将门撞开后又一次成功逃脱 但在西装男眼里这样才有挑战性 本以为在大庭广众下猎人不会追杀 结果一个胡子男跨住了他的胳膊 必把刀顶在了肋骨上 他邀请男人陪自己去逛逛街 接着两人上了一步扶梯 这一幕被远处的西装男撞捡 突如其来的急停 让很多人差点没有站稳 道齐摆脱他的胁迫 成功在混乱中逃跑 跑向近货区时 一味眼镜男打着招呼 他并没有追过来 目送着道齐离开 他跑向街道上 时不时还要注意身后 但前后不能同时照顾他 为了躲避自行车 自己摔落进旁边的楼梯下面 正想爬起时 西装男到了 这里成了天然的死胡同 在这里下手也不会有人注意 这时身后有人叫住他们 一名警察询问道齐伤情 他也趁着警察的掩护离开了此地 趁着时间我先问问兄弟们 关于谈对象方面 你们有没有被套路过 今天老闲鱼就给你们推荐一个 没有套路的APP 那就是牵手APP 上面的女孩都是真实资料登记 预解型 学妹型 温柔型 可爱型 总有一款是你的理想型 而且注册就要认证 连艺术照都过不了审核 完全不用担心照片女 都是高质量女生 赶紧打开评论区试试吧 本以为到僻静的巷子躲藏 结果胡子男在这里等待多时 正当准备结束游戏时 脚却卡在了轮子中 刺出的刀也成功被躲过 又急又气的他扔出刀后还没有命中 这次到齐要远离这块区域 所以他选择了地铁 然而西装男又一次找到了他 好在到齐及时上了车 成功躲过西装男的武器 这次他终于可以恢复些体力了 紧接着他来到教堂 在忏悔诗中与神父聊天 可他根本没有在听 而是将注意力关注在帘子后面的人影 这次他准备反击 可将对方胖揍一顿后 却得知人家只是等着告解 他玷污了教堂 神父要他说出实情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 表示他成功躲过了上一小时 现在自己的位置暴露了 可神父也拿出了手机 他也是个猎人 不知为何所有猎人都不立刻猎杀到齐 而是先折磨他 他将教堂所有的门锁死 为的是猎物找不到出口那种绝望感 自己则擦拭着狼头 还向到齐解释如何判断他来的这里 他将到齐手中的棍子打掉 又一锤敲在了他的头上 另一锤则把门锁敲掉了 随后要给出最后一击时 结果手卡在了缝隙中 道齐也看准时机 成功将猎人锁在了里面 但这次他没有选择逃跑 因为从猎人的口中听到自己档案泄露了 然而猎人却不按套路出牌 狼头狠狠地敲在了道齐腿上 出门后道齐给老板致点 因为自己的腿受伤 他想退出游戏 但老板说过 游戏一旦开始不能重来或暂停 他建议先处理伤口 看来道齐只能硬挺着24小时尽快结束 他买来消毒用品 简单将受伤的腿进行包扎 本想着试着跑起来 可却根本行不通 男人拿走商家的球衣 接着一蹶一拐走到球场门口 这时手机提示15秒道计时开始 他将偷来的球衣穿上 正好默念道计时结束 这时大批球场观众走了出来 与此同时一辆车停在球场门口 下来的西装男赶到这里时 眼前只有成群结队的人群 他在人群中呼喊男人的名字 希望得到注意 巧合的是他看到了 当穿过人群来到身旁后时 这人并不是他要找的 他企图跑到最高处寻找 同时道齐即将离开此地 可商家却发现他偷走的球衣 两人争执时 西装男终于发现了他 但人群阻碍了他的去路 为了躲避追击 道齐趁着车主不注意钻进了后备箱 西装男做梦也想不到 他会这样逃脱猎杀 然而这辆车的目的地是城外 他想到老板说的话 游戏只限于这座城市 如若离开游戏将永不结束 即将出城时 道齐在后备箱弄出声响 成功吸引到车主 车子提前下了高速 后备箱打开的一刻 道齐慌忙询问是否出城了 女人被吓得慌忙报警 他顺手夺过手机 车主本想彰显男人雄风 却被反制 接着道齐逼迫他交出手机 随后也扔了出去 只说了声抱歉便慌忙离开 回到城市中 他看向远处的出租车 趁着车主交钱时 他将车开走了 无处可去的道齐只能回家 他躲过了一天的时间 怀孕的妻子并不知道 他参加了猎杀游戏 还在不停打听消息 本想进屋看看妻子 然而远处的一辆摩托车 吸引道齐 他赶忙往车上跑 同时猎人拿出武器 只差几毫被道齐成功躲过 他迅速将车开向马路 可身后的他依然穷追不舍 还从怀中拿出手里见 下一秒后轮被砸爆台 猎人加速来到车后 道齐紧盯着他的动向 可突然他就消失在视野中 看着摩托车摔倒的痕迹 无论什么结果 道齐暂时安全了 然而猎人突然从后座坐起 用钢丝绳套住道齐的脖子 他只能用一只手强撑着 另一只手扶着方向盘 可这样终究坚持不了多久 那么只能做着两败俱伤的打算 他将油门踩到底 银链撞上水泥墩 汽车停了下来 道齐完好无损地下车 可猎人并不好过 他在后座上承受了所有伤害 就算这样 他也不愿服输 还保证着一定猎杀他 包括他的家人 这次道齐并没有选择跑路 他触碰了道齐的底线 规则中没有明确一条 那就是猎物是否可以反杀猎人 男人的都竟然比脸还干净 他竟连一块钱都拿不出来 他已在外流浪一天 期间不吃不喝 还要躲避猎人的追杀 回头看向摊位时 桌面上摆放着船票 他只能试一试 显然他成功登上了船 他向一位服务生询问 这趟邮轮的具体流程 按照服务生的说法 他可以安全度过40分钟 而且还听说有免费的自助餐 这正是他最想要的 来到餐厅 刚想拧开水瓶 却被身后服务生叫住 接着稻齐被一脚踹飞 心想着自己怎么会打不过女的 然而他被现实啪啪打脸 可稻齐犹如打不死的小强肩挺着 为了尽早结束女人从地上捡起铁签子 朝着她的脖子刺去 挣扎中 稻齐看向旁边的火 她用力让女人朝着火挪动 裤子瞬间被点燃 她成功逃脱出来 可身后的女人又一次叫住她 因为他们即将离开城市 那样做到齐会被追杀到死 她将目光看向上面 邮轮即将经过桥梁时 她爬了上去 同样女人也跟了上来 她本想一点点靠近 却被稻齐一脚踹进了水中 从监控上看她成功爬上了桥面上 她真的太累了 有时在考虑要不然就被猎人杀了吧 可看着只有几小时就自由了 她又振作了起来 为了补充水分 也不管污水埋太与否 这时手机再次提示她位置报复 她没有立刻隐藏 看着远处来的车她停下了脚步 车上的胖子是稻齐的好友 她实在无处躲藏了 她想让胖子带着自己转一个小时 然后再研究接下来的去处 但身后的猎人并没有给她机会 她正享受优美歌曲 与前方形成鲜明对比 稻齐只简单交代了几句 便打开了车门跳了下去 本以为自己安全了 但她不知道自己进入了哪里 她被带到某间房内 一个白人闯入了黑人的地盘 下场可想而知 但这次帮派没有干掉她 因为他们发现稻齐兜里一边揣着消炎药 一边揣着一部手机 账户上显示有1500万 这是一笔不菲的收益 他们想要这笔钱 可稻齐却警告他们 如果手机响起来自己不走 就有大事发生 他本以为这样会吓唬住几人 但他们并不在乎是谁来 正说着手机响了 有人也敲响了房门 小黑招呼着手下去看看 可人还没走到就被乱枪扫射 稻齐爬着进入到厕所 开门的是一个老头 他是稻齐第一个见到的猎人 他将窗户打开 可下面胡子男正攀爬着管道上来 自己被堵在了厕所 又没有趁手的武器 同时胡子男爬了上来 这时老头朝着里面开始射击 胡子男刚爬上来又被打了下去 老头走进来后将枪收了起来 随后拿出电击枪 这次他第五次猎杀 稻齐是第二个成功对象 说完他便被一枪击毙 刚刚的小黑用尽了最后的力气 他用命救了稻齐 他捡起地上的手枪 慌乱地离开了此地 可刚走到楼下 身后就追过来一辆车 西装男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到期赶忙钻进平民区 然而西装男下车后 再走进来查看时 只过了一分钟 他便消失不见 此时到期来到医院 询问自己的止痛药 为何没有疗效 然而护士接过后表示 这是消炎药 自己一天开一百多个 同时帮他查看自己的主治医师时 医院根本没有此人的存在 他将电话打给老板 原来自己是被吓了头 自己根本没病 都是他们制造的假象 为的就是让自己参加游戏 他本想反击 可听到老板说胖子出卖了自己 而且现在就和他妻子在一起时 到期只能咬牙坚持最后的90分钟 同时他不准备放弃枪 那么老板也将猎人的武器升级了 这样才算公平 接着到期将电话打给妻子 他要妻子远离胖子 并让他去求婚的地方会合 紧接着妻子来到指定地点 可身后却出现了警察 下来的正是调查到期失踪案的人 他当着到期的面拿枪指着他的妻子 他告诫到期要有事有终 看着几人掳走妻子 他不得不将游戏进行到底 这里是他老爸的工厂 他要在这和猎人们决意死战 没有谁比他更了解工厂的地形 他将工厂灯牌点亮 等待猎人们上钩 接着最后三个猎人同时赶到了工厂 胡子男搜索中 发现了到期踪迹 然而这只是设下了陷阱 他第一个被到期制服 本想着将他压到房间绑起来 可另一猎人搞出的动静让他分心 胡子男看准时机将枪打掉 一拳打在了到期脸上 但这里是到期的地盘 这些机器他都懂得如何使用 胡子男成功领了盒饭 正准备去下一地点时 脚下打滑摔倒在地 这时有人将枪捡了起来 是他的好友胖子 他看到灯还赶来查看 但他的两幅面孔到期早已知道 看着胖子还在解释 到期想要枪时 他又犹豫了 随后举起了枪 但却将他身后的猎人击毙了 原来胖子真的没有背叛两人的友谊 正说着胖子身中一枪 西装男在下面疯狂射击 趁着猎人躲避时 两人逃到管道入口 接着打开了丙铜储存罐 此时西装男顺着踪迹赶到 却被地上的水所吸引 这时到期将扯下的电线通上了电 瞬间伙势朝着西装男而去 他们逃到了地下通道 躲过了爆炸 而观察者观看到整个工厂 被大火覆盖的情形 准备回车上时 到期赶了过来 他现在只想救自己的妻子 紧接着到期来到烂尾楼 他全部的家当都投在了这里 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 也是梦破碎的地方 终于到期发现被绑起来的妻子 然而西装男又追了过来 他朝着到期开枪 奈何枪法烂透了 他让妻子留在这里 自己则朝着楼梯跑去 因为西装男的目标只有自己 妻子看着西装男要开枪时 推到了旁边的箱子 成功阻止唯一一次成功的机会 紧接着到期被追到了屋顶 他再也没地方可偷了 此时西装男将枪指向了他 可看到到期没有枪后 又抽出了自己的武器 一步步朝着到期走去 被逼无奈的他只能跳下去 抱住悬挑出来的梁上 这次到期真的没希望了 可就要结束游戏时 他看向远方升起的太阳 接着将武器收了回去 随后伸出手让到期抓住 到期成功活过了24小时的狩猎 现在狩猎结束了 他与妻子相拥 这一天是他过得最漫长的 这时电话响了起来 是老板 他要到期好好享受接下来的余设 他将电话扔了出去 一切真的结束了 与此同时麦巴赫上的老板离开了城市 这是下一位参与者 为了让世界各地的顶级富豪寻求刺激 举办方发明了一款真人猎杀游戏 他们会选择一些走投无路的苦命人来充当猎物 在以高价售卖能够参与追杀的猎人资格 展主维克多自幼出身于平民窟 因为喜爱拳击 12岁那年就获得了迎手套冠军 本以为能靠着这个专业让家里富裕起来 不幸的是13岁那年一场火灾 就夺走了他父母的生命 当时为了拯救上在墙堡中的妹妹乔伊 维克多的左眼被淤尽吞噬几乎失明 好在最终两人活了下来 为了防止妹妹被寄养到别的家庭 维克多开始努力工作 一天之中可能兼职两三份工 甚至有时候依靠打地下黑拳来努力赚钱 尽管生活很苦 但维克多都扛了下来 然而麻绳专挑戏处断厄运指导普命运 这天维克多接到了妹妹的电话 可那头传来的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对方表示乔伊在他的手里 并让维克多去找他 等他找过去时才发现 这里坐着一些看起来都不像擅长的人 而他的妹妹正不安地坐在吧台前 维克多急忙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 乔伊只是向哥哥表示自己搞砸了一切 就在维克多不解释 一个自称这里老板的人走了过来 从男人的口中得知 原来乔伊是他的部员 并且已经工作了四个女 他本身做的是违法洗钱的生命 乔伊虽然知道 但为了帮哥哥缓解压力还是留了下来 可今天他却把行李袋丢失在了地铁上 乔伊急忙解释是由小混混抢走了他 可老板根本不听这些 他把错都归在了乔伊身上 并告诉维克多里面有五十万美金 现在钱丢了 希望维克多能告诉他该怎么解决 听到五十万美金 维克多沉默了 这是他一辈子也挣不到的钱 但不管怎么样 他不会让妹妹受到任何伤害 于是告诉老板 让他妹妹离开 自己愿意扛下所有的事 他可以去打假拳来偿还 听到这里的老板笑了 他让乔伊先离开这里 自己想和他的哥哥单独谈谈 等乔伊走出去后 老板走到一旁表示 你可能不太清楚我是干什么的 说着就示意了下旁边的手下 手下心领神会地掏出手枪 直接打死了旁边的小弟 这一幕吓了维克多狠狠一条 老板接着说 就是这个人把包裹拿给了乔伊 致使自己丢了钱 他没工夫去等维克多打假拳挣钱 不管维克多用什么方法 这周末必须把钱还给自己 也不用想着去逃跑 因为维克多跑不掉他的手掌心 如果周末自己拿不到钱 那就是他们兄妹的死期 面对威胁维克多认为他实在做不到 谁知道老板也不生气 而是拿了一张名片给了他 并表示名片上面的人或许可以帮他 维克多一脸疑惑地拿起了名片 然后按照上面的地址找到了一家公司 一个名叫塞勒斯的男人接待了他 得知了维克多目前的遭遇后 他表示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但前提是维克多需要参加 他们公司的一项猎杀游戏 这是为了那些超级富豪消遣生活发明的 也只有走投无路的人会参加 在24小时内 五名富豪会扮演猎人对玩家进行追杀 只要玩家每活一个小时 就可以收到一份巨额的奖金 如果能坚持到24小时游戏结束 那么总奖金将高达2450万美元 听到这里的维克多感觉自己来错了地方 而塞勒斯则表示先不要拒绝 可以回去考虑考虑再说 而维克多回去后便取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他不想拿自己的命去动 如果自己在游戏里被猎杀 那他的妹妹同样难逃老板的毒手 所以他想和老板再谈一谈 哪成想这点钱老板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依然让维克多在周末准备好钱 否则就宰了他们兄妹 箭无法说通 维克多只能信信离开 回到家里的他不想让妹妹担心 便谎称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并希望乔伊能重新找一份好工作 这天晚上 维克多考虑了一夜 最终决定参加那项猎杀游戏 毕竟自己身为一个拳击手 他比其他人有着独特的身体优势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找到了塞勒斯答应参加 而塞勒斯仿佛早就知道他会答应一般 表示游戏马上开始 不过在此之前 他又告诉了维克多一些规则 不准使用手枪杀人 也不能向警察求主 更不能离开这座城市 一共是五个猎人参与了游戏 但他们是谁 在哪 谁也不知道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都是超级富豪 人生中剩下的唯一乐趣 就是体验这场游戏 如果维克多有本事的话 可以进行反杀 不管如何都不能违反规则 否则将遭到无止境的追杀 随后塞勒斯给了他一部手机 里面有定位 会每隔一个小时 向猎人们发送维克多的位置 在维克多消化这些信息时 塞勒斯突然说道 伴随着游戏的开始 维克多开始四处奔跑 他也不知道猎人何时会出现 就在他不知何去何从时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牵着狗的男人 维克多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猎人 他不敢再轻举一动 在他愣神时 突然身后一个男人 快速地朝他跑来 回过头的维克多发现后 便急忙开始狂奔 没想到第一个猎人 竟然如此粗暴地站了出来 看着对方越追越近 维克多慌不择路下 跑进了空旷的大型体育场 在危急时刻藏在了座椅下面 等到猎人赶来后 虽然没有看到维克多的身影 但他知道对方就在这里 男人也不着急寻找 而是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他二十岁就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百万富翁 仅仅一年就开创了自己的连锁公司 随后那钱就像是专门往 他的口袋里钻一般 时至今日他以作用千亿身价 可随着自己越来越有钱 他已经对钱没有任何欲望 甚至对索然无畏的生活 都提不起兴趣了 直到参加了这款真人猎杀游戏 他才感到了那种 肾上线飙升的感觉 男人表示他花费了 2.25亿美金才幸运地参与进来 希望这次狩猎能让他玩得尽兴 也告诉维克多自己叫福特 让他明白自己是死在了谁的手里 说着就把棒球棍随手扔了出去 这一番动静下的维克多一击灵 瓶子的响声直接暴露了他的位置 紧接着一场追杀再次开启 看着猎物惊慌逃离的方向 福特露出了变态的微笑 而两人的一举一动 全都被举办放松监视 假如出现违规或者不可控的事情 他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出力 甚至派了一个人一直跟着维克多 此时维克多不小心躲进了死胡同 那变态的福特 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条满是力气的鞭子 随后一个甩鞭直接扎进了维克多的肩膀里 巨大的疼痛让维克多崩溃不已 好在拥有多年拳击经验的他迅速反击 不仅挣脱了束缚还赏了对方一耳光 当福特准备再次出手时 突然鞭子卡在了旁边的揽绳上 维克多瞅准时机果断出手 拽起旁边的绳子迅速缠在了福特的脖子上 随后猛的一拉将其掉在了半空中 看着福特痛苦地挣扎 维克多没有犹豫迅速逃离了现场 而看到猎物摆脱了猎手的追杀 塞勒斯表示这样的游戏才有意思 负责善后的工作人员来到 即将被吊死的福特身边 他不会出手干扰游戏的规则 只会等着福特死后再处理他的尸体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福特借助那充满力气的鞭子挣脱了束缚 此时维克多逃到了地铁上 惊慌失措的他正在努力平复兴起 他仔细观察着对方是否追了过来 就在这时 一个大老黑走进了地铁里 他就坐在维克多的面前冷冷地盯着他 这不禁让维克多意识到 眼前的男人或许也是猎人 果不其然 大老黑悄悄地拿出了一把手工刀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时 突然又一个老黑出现 并在旁边唱起了歌 这家伙不知道干了什么兴奋不良 随着他那难听的歌声 大老黑突然出手 而维克多急忙大声呼喊此人要行凶 大老黑见此急忙表示 从上车维克多就不怀好意地盯着他看 帽子男认为他想多了 让他收起刀子赶紧离开 看到这一幕的维克多发现原来是虚惊一场 而随着大老黑的离去 他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此时 帽子男突然坐在了他的身边 缓缓地说了一句 好戏即将上场 没想到这家伙才是猎人 维克多二话不说转身就逃 却不小心在另一车厢被行李带绊倒 帽子男缓缓地走了过来脱掉了衣物 只见他全身都塞满了武器 旁边的女乘客见识不妙急忙离开了车厢 紧接着一场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黑仔率先攻击 但维克多也不是吃素的 他利用打拳的技巧进行反击 双方你来我往 然而最终还是武器更胜一筹 维克多被逼进了车厢外 然后死死抵住了门 不曾想黑仔竟然开始疯狂地砸门 那特制的武器很快就敲碎了玻璃 维克多被迫只能跳下了车子 好在速度不快他并未出现危险 而黑仔打开门后竟也跟着跳了下来 看来他势必要杀死维克多 随后快速追上了准备逃跑的维克多将其击倒在地 伴随着一阵殴打过后 黑仔似乎非常享受这种猎杀的感觉 他表示要让维克多在绝望中死去 说着就拿出了一根激光棒 对着维克多又是狠狠蹂躏了一番 维克多扭头时突然看到了旁边的高压警示 只见他悄悄地按动了黑仔手中另一个武器开关 一瞬间黑仔就被打飞了出去浑身冒起了白烟 再也站不起来 维克多转身继续踏上了逃亡之路 而就在他走后没多久 善后的工作人员来到了这里 查看黑仔已经没有了呼吸后 他毫不犹豫地毁尸灭迹 就这样 一个喜欢刺激的千亿富豪成功把自己玩死 此时维克多偷偷来到了隧道里的一处房间内 趁着这里没人 他准备好好清理一下身上的伤势 然而就在这时 塞勒斯的电话突然打给了他 原来之前维克多为了帮妹妹还钱 在游戏没有开始前 曾偷偷拿了他好友兼老板的一些钱 虽然只是很少数 但老板已经报警 警方在排查时发现维克多没有去上班 已经怀疑上了他 如果维克多被通缉 那么他就相当于违反了规则 这样的话游戏将永不停止 即便他被抓进了监狱里 也会面临无休止的追杀 这番话让维克多愤怒的一脚 将旁边的拖把踹飞至使门不小心锁住 这可真是倒霉起来喝凉水都塞牙 此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已到 发送他定位的倒计时再次开启 而所有得到维克多位置的猎人将迅速追来 他该如何自救 这一次在负责人塞勒斯的筛选下 他们选择了一名不幸的拳击手维克多 此人虽然生活不如意 但从未失去过对生活的信心 可任凭他如何努力 最终在塞勒斯的阴谋下不得不选择参加游戏 而他的起拍价为7500万美元 这场猎杀游戏只允许出现五名猎人 于是超级富豪们相互竞争 最终有五人以每人2.25亿美元夺得了猎人的资格 就是这场投入超10亿的游戏 留给猎物维克多的奖金却只有2450万美元 可他不得不为了这些钱以命相夥 此时他被困在了一间密室里 猎人随时都有可能找过来杀了他 好在他利用工具费了半天劲终于卸掉了所有的门栓 可等他准备出去时却发现了不对劲 果然在趴下时透过门缝看到了一双脚 原来有一个猎人已经通过定位抵达了这里 没想到的是这竟是一个年轻人 可他年纪轻轻如何能成为超级富豪的呢 只听年轻人对着里面的维克多说道 他并不是富豪而是一名杀手 原来他是被富豪雇佣而来充当猎人的 年轻人背后的人非常惜命 但他为了寻求刺激以及得到那个荣誉奖辈 因此找了一名专业杀手 即便不下场也仿佛身临其境一般的享受别人相互厮杀 这简直比变态还要变态 年轻人说完就从旁边取了一些燃烧油 如果能用火一把烧死维克多 岂不是省了很多力气 只见他将燃烧油倒进去后迅速点燃了他 一股炙热的火浪扑面而来 维克多急忙躲在了角落 就在年轻人拨打电话向背后的人汇报站过时 突然门被扯掉了 年轻人吓了一跳 他迅速收回电话往前方走去 准备等维克多出来时直接制服他 没想到迎来的却是一把狼头 与此同时维克多猛地跳了出来 双方战斗一触即发 面对眼前这个惊艳丰富的杀手 维克多不敢掉以轻心 他准备掀下手围墙 可却被对方一把锁住了喉咙 强烈的窒息感迅速席卷而来 年轻人也表示等他昏迷再处理他 危急时刻维克多从兜里掏出了一坨不捂住了对方 常年的擂台经验让维克多面对锁喉多了几分信心 他要和对方比谁先窒息昏迷 随着年轻人缓慢地松开了手臂 维克多赢得了这场胜利 塞勒斯得知了这一情况后大为震惊 还没有人能如此顺利地解决猎人 因为那些人不是逃就是跑 可对方现在牵扯进了警察 如果被警察抓捕那么他就违背了规则 追杀将永不停止 这并非是塞勒斯想看到的 随着多个小时的奖金累计 此时维克多已经得到了300多万美元 如果24小时内他不被警方抓到 那么就不算是违反规则 活下来的话他依然可以得到2450万美元的奖金 为了以防万一 维克多决定去一个偏僻的地方静待猎人的追杀 于是他找到了一辆计程车 然后来到了郊外 寻了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地方 他要在这里硬钢猎人换取一线生机 而随着倒计时的开启 或许很快就会有猎人赶来 另一边 他的妹妹突然发现自己的账户多了很多钱 于是便找到了维克多那个丢钱的好友大飞 乔伊认为哥哥一定是遭遇了什么 便把自己弄丢黑老大50万美金的事告诉了大飞 得知好友的遭遇 大飞也准备让警方撤销对他的抓捕 于是两人一同找到了警方准备撤案 可警方负责人得知乔伊的手机里突然多出了300万美元 他迅速联系下属让他们家派人手找到维克多 这让乔伊非常不解 负责人表示如果他的手机每个小时都能收到巨额钱财的话 那么只有找到他才能了解真相 而且对他来说或许监狱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此时维克多突然看到不远处停了一辆车子 而下来的人好像在哪里见过 维克多突然想起 他的确在游戏开始时就遇到过这个遛狗的男人 没想到他也是猎人 可这家伙不按常理出牌竟然直接放出了狗子 维克多见识不妙转身就逃 但没跑多久就被赶过来的逗牛犬一口咬住了脚踝 看来这家伙经过专门的训练 维克多挣扎时突然摸到了一根树棍 他对着狗子就是一顿输出 直到狗子松开了嘴 他迅速起身一个剑步翻过了不远处的围栏 总算挡住了狗子的攻击 维克多回到了之前选好的破旧房子里 准备利用这里迷宫一般的房间对付猎人 这一次的猎人名叫丹尼尔 他一边讲述着自己狗子的历史一边寻找猎物 倒霉的是维克多脚下的碎玻璃不小心发出了声响 听到声音的丹尼尔急忙摸了过去 原来维克多已经悄悄摸走了 可还没走多远 他再次不小心踢出了声响 被惊动的丹尼尔迅速寻声摸了过来 正巧在这里看到了被堵住去路的维克多 男人又开始讲述自己多么多么有钱 曾经在这种狩猎游戏中得过多少次奖 他最喜欢的是看自己的狗子狠狠地刺咬猎物的身体 维克多拿起了一块板子准备防御 丹尼尔看着他脸上惊恐的表情兴奋不已 可没想到的是 原来刚才维克多是故意示弱的 他利用漏洞造了个陷阱 接着他搬起柜子狠狠砸了下去 可惜砸歪了 丹尼尔只是手臂受了伤 不过这也为维克多争取到了逃跑的机会 如果不是那条斗牛犬 他也不至于再次逃跑 就这样 维克多抢了一辆车子一路逃到了码头 但没想到丹尼尔带着狗子很快就追了过来 看到如此变态的人和狗 维克多把腿就跑 不管如何先摆脱了对方再说 可没想到狗子就是死追不舍 维克多刚登上快艇准备离开 那狗子也猛地跳了上去 随后一把咬住了维克多身上的救生衣 随着快艇的加速航行 没办法的维克多只能将救生衣和狗子一同甩进了水里 看着心爱的狗子掉入了海中 丹尼尔瞬间惊慌不已 他不顾断臂的危险直接跳了下去 这家伙把狗子的命看得比自己还重 过了不久 维克多便到了另一边的码头 可他没想到被偷快艇的老板报了警 警察早已守在了这里 他们迅速将维克多逮捕抓进了警车上 只要生存24小时就能获得2450万美元 没想到时间未到 他却已盗窃罪被警方逮捕 这样的话相当于违反了猎杀游戏规则 不管他身处何地都将面临无休止的追杀 然而失去了猎物 也让那些富豪玩家们非常不满 他们每人都花费了2.25亿美元才参与进来 可如今的体验感却如此之差 富豪们的抱怨也让举办方高层找到了游戏负责人赛勒斯 女人斥责他这次选的猎物一点都不守规则 他不知道是不是维克多本身的问题 还是他赛勒斯的眼光有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 出现的后果和损失将由塞勒斯一人承担 高层们的反应让塞勒斯大胆失望 可他还是表示自己会处理好一切的 此时维克多正站在审判席上 对于他偷快艇仪式法官正欲宣判时 突然一个精致的金发男子走了过来 他高喊自己是维克多的律师 现在来保释自己的委托人 接着他走到维克多的身边让他配合自己 表示会马上将他弄出去 果然没多久 精致男便将维克多保释了出去 与此同时塞勒斯的电话也打了过来 维克多这才知道原来精致男和塞勒斯是一伙的 塞勒斯表示因为维克多的违规 按照游戏规则将没有时间限制 直到他被追杀致死游戏才能结束 维克多急忙解释被警方抓捕 并非自己主动而为 可不管怎样 规则就是规则 不过塞勒斯似乎非常欣赏他 他给了维克多两个选择 一是拿着面前的护照和钱远离这个国家 虽然会面临无休止的追杀 但也许过一段时间这些富豪就会放弃 毕竟他们的时间非常宝贵 第二个选择就是和旁边的精致男一起进入他指定的一个房间 假如维克多能踏出房门就算他获得了胜利 那么这次的违规就可以免除 游戏立刻恢复 当然如果被精致男所杀游戏就会结束 他让维克多自己做选择 不过也告诉维克多之前的五名猎人还剩下三名 除了被垫死的黑仔 那个为救自己狗子跳入大海的丹尼尔也不幸被溺死 维克多短暂思索了一下 他还是舍不得自己的妹妹乔伊 所以决定选择第二个方案 这个选择不仅让塞勒斯更加的欣赏他 也让旁边的精致男兴奋不已 这家伙似乎天生就喜欢战斗 就这样 两人迅速驾车朝指定的地点驶去 没多久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圆形的仓库内 精致男还是那么的优雅 他绅士地请维克多走到自己的位置上 然后将外套挂在了旁边 只要维克多能从他这边打开门出去就算他赢 随着维克多来到自己的位置 双方的战斗一触即发 精致男率先进攻 但都被维克多灵活躲避 趁其不注意 一个爆摔将精致男狠狠摔在了地上 接着就是几拳重击击打在脸部 精致男奋力抵抗一脚踹飞了维克多 随后他晾出了手中的武器准备弄死对方 维克多也不是吃素的 他一击打碎了旁边的灯罩 然后捡起碎片充当武器 我凶数分 趁着这个间隙 维克多迅速朝门口逃去 打开房门的那一刻正巧碰见了塞勒斯 可还不等他出去 精致男一刀扎进了他的脚踝 巨大的疼痛让维克多崩溃不已 塞勒斯却突然大喊加油 这一刻他开始鼓励维克多马上就要出来了 于是维克多一脚踹飞了精致男 然后成功踏出了房门 塞勒斯激动地恭喜他成功了 不过也表示猎人马上就会赶来让他自求多福 说完就准备离开这里 就在他坐上车的那一刻 维克多突然看到塞勒斯的司机竟然是妹妹老板的小弟 他不是已经被杀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 然而现在并不是磨蹭的时候 他必须尽快逃跑 可他刚跑没多远 那喜欢甩钢鞭的猎人福特就追了过来 而受伤的维克多只能再次逃跑 两人你追我赶来到了附近的锅炉设备房里 看着旁边的水池 维克多心中有了个计划 他迅速地藏了起来 不久后福特也来到了这里 这家伙一如既往的话波 边走边说自己已经赢得了多少场胜利 维克多也将是他的囊中之物 就在他快要靠近维克多时 维克多突然出现并用水枪将他打进了后面的水池 然后迅速合上了盖子 并拧紧了阀门 接着维克多将排水口打开准备让福特自生自灭 此时的维克多已经没有了丝毫紧张 他已然决定从猎物转变为猎人 当他走后 负责善后的工作人员来到了这里 不管福特如何求救 眼镜男都不干涉游戏 只是静静地等他逆亡在处理尸体 此时的维克多逃到了一辆列车上 他博取了列车工作人员的同情借用了一挥手机 随后打给了自己的妹妹乔伊 听到哥哥的声音 乔伊直接哭出了声并询问哥哥在哪里 维克多没有说自己的处境 而是怀疑乔伊的老板可能欺骗了他们 可没想到的是 原来乔伊早就知道 为了不让哥哥在打地下黑拳受伤 他听了老板的话并撒了谎 老板承诺他只是让他哥哥参加个游戏 就可以获得巨额奖金 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游戏 这番话让维克多瞬间崩溃 谁能想到让自己无路可逃的人 竟然就是自己的妹妹 这比杀了他还难受 尽管乔伊不停地询问他在哪 维克多再也无法说出话来 不过在工作人员拿走了手机时 乔伊还是听到了列车汇报的站台 伤心不已的维克多来到了一处沙滩 距离游戏结束还剩一个小时 他想找个地方静一静 就在这时旁边的别墅里 一个女人突然喊住了他 他询问维克多一个人在干嘛 维克多本不想说话 但还是走向前讨要了一瓶酒 女人并未拒绝 随手拿了一瓶人给了他 然而又过来一个黑妹询问发生了什么 维克多并不想回答准备离开 可看到他身上和脸上的伤痕 金发女人还是拿了一些药品找到了他 这时维克多询问女人 是不是最后一个未出现的猎人 女人有些莫名其妙 还以为他是个疯子准备离开 突然一只毒标射到了他的腿上 随着金发女人的昏迷 刚才的黑妹走了过来 原来他才是最后一个猎人 他也不废话上来 就是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 将维克多击倒在地 看着被制服的男人 黑妹笑着表示最终 还是自己赢了这场游戏 可他不知道的是维克多刚才是以强示弱 他早就转变了猎物的思想 准备反杀猎人 维克多将黑妹的头埋进了沙子里 直到最后他一动不动的窒息而亡 随着四个猎人的死亡 时间仅剩下了14分钟 疲惫的维克多坐在附近的灯塔上 静等游戏结束 就在这时乔伊突然赶了过来 他不明白妹妹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急忙让乔伊赶紧离开 只要游戏还没结束危险依然还在 就在两人说话时 那名年轻的杀手也赶到了这里 看来在最后的十几分钟里 两人还需要分出胜负 只不过长久的逃亡和反击 让维克多显得很是疲惫 在这一次的战斗中 他很快就落了下风 年轻人死死地捂住了他的口鼻 想让他窒息而亡 旁边的乔伊看到哥哥身处危险中 他捡起了玻璃碎片就冲了过去 可没想到的是杀手指一个转身 玻璃反被扎进了他自己的肚子 看着唯一的妹妹受伤 愤怒给了维克多强大的力量 他一个猛哭将杀手撞到了灯塔外面 随后将长久以来的憋屈都发泄了出来 直到年轻人被打下了灯塔 维克多带着妹妹急忙来到了医院 两人双双昏倒在了走廊里 好在第二天等维克多醒来后 护士表示女孩的伤势已经止住了 让他不用太担心 就在此时 金志南突然来到了维克多身边 这家伙似乎越来越欣赏维克多了 他说不管是维克多坚韧不屈的信心 还是愿意为了妹妹付出一切的精神 都已经得到了他的认可 维克多并不想搭理他 可金志南看着病床上的乔伊 突然表示他也不错 或许可以参加下一届的游戏 这番话让维克多急忙说到去你的吧 然而金志南也只是开了个玩笑 说完就笑着转身离开了这里 本故事基本上到此结束 相较于第一季的剧情 两者相差不多 并没有太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内容 不过也算是将游戏制定者的内幕讲述了出来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见